Pranalogis 不会错过每一周都更新咯 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中秋节快到了 有谁家里面要准备烤肉的啊 我在挪威 没有办法烤肉 我们的烤肉季在夏天 台湾中秋节的时候 在我们这边已经非常冷 OK 好 我们说 在阿玉废陀的观念来说 很多人讲到阿玉废陀 以为说阿玉废陀一定要吃素 其实这是有一些误解 阿玉废陀的食疗 或是阿玉废陀的饮食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吃素 或者认为说吃婚是不好的 可是重点是 不管你今天是吃素 或吃婚或者是杂食 重要的是 你如何能够消化你吃进去的东西 所以在阿玉废陀的观点来说 你不是你所吃进去的东西 你是你消化过后的东西 OK 在上一节影片当中 我有提到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一个专门掌管消化代谢功能的能量 我们叫它Agni 你可以将它想成是你肚子里面的那一把火 OK 当这把火还有东西烧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肚子饿 当这把火的柴火快要消失 快要被烧光的时候 你的大脑会接收到讯息 告诉你说 欸 该是要去找东西吃了 所以在阿玉废陀的观点 我们认为 什么时候吃 比吃什么来的重要 也因此 在接下来的烤肉季 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要烤肉 OK 烤肉的时候 难免也要吃一些大鱼大肉 蔬菜量会变少 你可以做的是 我们说事前的准备工作 你可以做的是 早上跟中午少吃一些 这边的少吃一些不是说你要挨饿 也不是说你只吃苏打饼干或者巧克力 更不是你去市面上找沙拉跟面包来吃 阿玉废陀的观点会认为 少吃一些 帮你预留一些 你肚子里面那个柴火 要烧的空间的话 你可以做的是 早餐以热的饮品为主 在台湾热的饮品很好找 比方说 豆浆 米浆 热牛奶 热羊奶 或是温的羊奶 又甚至是像杏仁奶 杏仁茶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那天晚上要烤肉的话 这个会是不错的早餐的选择 如果你一般早餐就没有什么食欲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这一天早上 你可能以喝温水为主 就不用吃 就不需要吃固体的食物 你以温水或者温茶为主 甚至是柠檬水 姜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来到了中午 大部分的人到了中午都会肚子饿 所以中午 即使你晚上要烤肉 请你中午不要饿肚子 否则的话 你到了下午会很容易 觉得很疲劳 或者是觉得头晕 容易会有一些低血糖的线下产生 所以在阿玉废陀我们会建议 如果说晚上要吃比较多的话 你在中午的时候可以以汤品为主 粥或者汤品 粥跟汤品在台湾都很好找得到 比方说我们想得到的羹汤啊 肉羹汤啊 鱼酥羹啊 鱿鱼羹啊 又或者比方说 你的玉米浓汤 清汤 煲汤 香港的煲汤 港式煲汤 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到了晚上 我们要吃烤肉之前 你还可以再做这样子准备工作 尤其是准备烤肉的那个人 你的腌料 请不要只是酱油跟麻油 这个标配 你可以在你腌料当中 多加一些我们熟悉的 葱 姜 蒜 OK 葱姜蒜是很好用的食材 帮助你消化的这一部分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考虑 用热的酱料 OK 就是你 呃 酱油 加上其他的香料 先下去加热之后 再拿来腌肉 比方说 等一下这边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的丁香 八角 这些是我们在一般滷肉包里面 常会见到的食材 常会见到的香料 除此之外 我们的 芥末 黑芥末 不管是黑芥末 咖啡芥末 或者是所谓的黄芥末 你也是可以用 炒热之后 加到酱汁里面去 酱汁加热 再来放凉之后 再来腌肉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黑胡椒粒 不要用黑胡椒粉 你用黑胡椒粒 跟着酱料一起加热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又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放一个很像芝麻的东西 这个叫做黑芝然 英文叫Nigella 它在回教国家 常常被使用在肉品料理 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消化的料理当中 以帮助身体的消化 这个叫黑芝然 台湾应该买得到 除此之外 你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 有放一些我们在欧洲常用的香料 比方说大蒜粉 还有这边是肉桂粉 肉桂粉在台湾也很常使用 那一般我们的五香粉里面都有加肉桂粉 所以你可以直接买五香粉 加到你的腌肉材料里面去 又或者是我们说的咖喱 各种市面上的咖喱粉 不是咖喱块 有咖喱粉 都可以拿来做很好 拿来做腌肉料的话都可以增添它的风味 然后这一罐是甜椒粉 甜椒粉的话 我会建议如果你要做干式的腌肉的话 干式的腌肉就是不像你没有用所谓的酱油 而是粉 然后加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加柠檬汁 或者粉加上直接加热水 调的调的较为浓稠一点 像膏状一样敷在肉上面 那这一瓶的话是姜黄 姜黄大家都知道对于去油腻解油腻有很好的效果 那如果你找得到所谓的欧美的香草 不管是新鲜或者是干燥的 我们说迷迭香 还有我们的迷迭香百里香 还有食尾草都是在欧洲 我们常常会在烤肉的时候 一起御用在料理当中的一个香草香料 除此之外 如果台湾你在亚洲店可以买得到所谓的香茅 新鲜的香茅或者是腌制的香茅都可以 你将它切断之后 稍微把它拍碎 尤其是根这边 根筋这边你稍微将它拍碎 让它可以出汁了之后 放到你的那个酱汁里面去 这个是不需要加热的 你放到酱汁里面去 让它用泡的 那味道出来 你闻那个酱汁 大概有闻到香茅的味道 肉就可以下去腌了 OK 除此之外 你的肉烤好之后 也可以几些柠檬汁上去 又或者是你把柠檬皮削下来 放在酱汁里面 都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方法 那如果你找到月桂叶的话 月桂叶 你这边看到我的月桂叶比较小片 这个是印度产的月桂叶 一般市面上看到的比较大片 大部分是回教国家 或者是斯里兰卡产的月桂叶 那个比较大片 OK 阿玉废陀的月桂也比较小片 不管是哪一种月桂都有助于消化 好 所以这个是你在酱料上面 你在烟酱上面可以做的选择 除此之外 当你在吃肉的时候 也是有技巧的 像为什么韩国人那么爱吃肉 可是韩国人身材都还不错 那是因为他们在吃肉当下 都有吃都有配吃一些 可以助消化解腻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大家印象中 讲到韩国烤肉 就会想到的新奇 所谓的Kimchi 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放一些 他们会用包菜的方式 肉包菜的方式 又或者是如果我们不讲 如果不讲韩国人的话 在印度很多印度料理店 你会看到所谓的Chutney 那些所谓的解油腻的小菜 在华人的菜市当中 也常常会有一些解油腻的开胃小菜 为什么那些小菜可以解油腻可以开胃 你仔细去想 他通常都是辛辣酸味为主 辛辣酸口味 因为他们在都带有所谓的火元素 在阿玉废陀的食材分析上来说 都带有火元素 有带于火元素的味觉跟食材 基本上都有助于消化 所以你在吃烤肉的时候 你可以用包菜的方式 不管这个菜你是新鲜的菜 或者你是蒸过的菜 像韩国料理蒸过的叶菜来包 你也可以用一些开胃的小菜在旁边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像欧美人士一样 做一些新鲜叶菜类的沙拉 或者是我们做的 汆烫过叶菜类的热沙拉 当你肉跟菜的比例 在一餐当中 可以至少放在1比1的状态之下的话 你的这一餐就不会太难消化 好 如果说 没办法 你平常消化力就是这么弱 然后在吃烤肉的时候 你又除了吃烤肉高油脂的东西之外 你还一边喝冰啤酒 喝一些冰冻的饮料的话 你隔天一定会消化不良 如果你到了隔天发生消化不良的状况的话 阿玉废陀说 除了事先事前的准备工作 想用美食当下 你可以做措施之外 事后还是有些补救工作可以做 我刚刚有提过 为什么会消化不良 通常都是因为你的肚子里面那把火 还有东西要烧 所以你可以在烤肉的隔天 进行一个小小的断食 这个小小的断食 不是叫你完全不要吃东西 而是就像我们刚刚的事前准备工作一样 你在早餐的时候以热的留职为主 留职的饮品为主 到了午餐你可以以汤品为主 通常如果你第一餐跟第二餐 暴饮暴食之后的前头两餐 你以留职为主 而且少量量变少 然后留职为主的话 你到了第三顿饭就会觉得肚子饿 如果说你平常消化率真的很差 即使是你一餐不吃两餐不吃 你还是没有肚子饿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阿玉废陀的饮品来帮助你 比方说你可以取生姜 把皮削掉之后磨成泥 取挤那个它的汁出来 取大概一个指节 你大概有一个指节的生姜的汁 加上半颗的柠檬汁 再加一小撮的食盐 ok这样子一个混合意 不是叫你直接一个shot干掉 你有可能会有胃炎的反应 你要做的是在每一餐用餐之前 你用你的手指头沾这样子的混合意 放到你的舌尖上 放到你的舌头上 你可以重复做个两三次 它可以刺激你的味蕾 然后刺激你的Argony的作用 让你的Argony加速Argony赶快把你前一天 或者是前三餐或者是前好几顿饭之前 吃了这些油腻的东西帮你消化掉 除此之外 阿玉废陀还有很多可以助消化的饮品 我会在我们的下一段影片当中交给大家 下一段影片我会进厨房去 教大家如何做这些饮品 那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阿玉废陀的聪明烤肉法 有事前的准备 有你在吃烤肉当下 可以运用的一些技巧 还有事后的补救工作 我希望这些资讯能够帮助你在 在今年中秋假期的时候享受美食 然后不用去承受事后消化不良的 这个不舒服的后果 那我希望这些讯息是对你有帮助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的话 要记得按赞分享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